有稍微跳了一下 好,OK 那我们组合语言的部分呢 会给一些基本的范例 然后阵列啊,副程式 一些进阶的语法 那上礼拜我们有看过CPU的架构嘛 还有电脑的架构 那所以在那种架构底下 它能够解译的是一些二进位的码 但是这些二进位的码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 把它翻译成比较像人读的一种模式 用文字档的方式写 然后再透过一个叫主义器的工具 去把它转过去 就变成那个二进位的码 那我们在C语言里面 往往会写像 比如说X等Y加Z这种东西 那或R1等R2加R3 那但是呢 我们在组合语言里面呢 我们会这样写 ADD R1 R2 R3 它的意思呢 在我们这本课本里面 我们都会采用目标在前的方式 也就是说前面是目标 后面呢是参数 那后面的参数 像这个R2和R3 做ADD之后呢 丢给R1 OK 那ADD就是相加 丢给R1 好 那所以像这样的指令格式 在后面我们所有的都是做用目标在前的方式 所以请记得这一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些基本的组合语言怎么写 那基本的范例 比如说资料的移动 数学运算 模拟if 模拟回圈 然后一直到写一个很简单的 从1加到10的程式 这样你就大概可以理解电脑的运作原理 好 那资料的移动像这样 我们在C元里面会写 S等于3 Y等于S 这其实就是在做资料的移动 那各位其实整体而言 电脑所有的动作 其实都是在做资料的移动 整体而言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在做加法 其实也是一种资料的移动 再加上某些逻辑运算 AND OR SOR 你们在数位逻辑的时候 不是学了这些杂吗 那电子经过这些杂流动之后呢 就会产生一些结果 所以其实 比较严格的说 加法 减法 乘法 除法 都是透过电子的移动所造成 只是移动之后 它可能会加上一些杂 OK 好 那组合语言的资料移动呢 跟这个写法不太一样 它有一个 移动的指令叫Move MOV 那当然不是每一个组合语言都有这个 但是大部分都有了 那MOV R1 R2 如果我们是目标在前 就是把R2丢给R1 R2丢给R1 所以是R1等于R2 就把R2丢给R1 那如果今天呢 我们想做像C元的A等于B这样的动作呢 在组合语言里面 因为这种变数 其实是放在记忆体里面的 那在越现代的CPU里面呢 像特别是金钱指令级的CPU 比如它 它的那个暂存器 是 通常比如说只有15个16个 那我要先把记忆体的东西放到暂存器之后才可以做运算 那所以呢 我就先把B载进到R1 再把R1呢 存到A里面 这样子其实整体来讲 它就是把B丢给R1 再把R1丢给A 所以事实上就做到的A等于B的动作 那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些数学运算事项 A等于B加C减D 那这样一个C元的乘数 在翻译成组合语言的时候 可能会变得很长 如果你这边后面越长的话 这边就会更长 那如果我们用C元的角度来看 A等于B加C减D 我应该是把B先拿出来 然后跟C相加 加完之后再把结果存起来 再跟D相减 那再减完之后再把结果存起来 再丢到A 那所以它基本上就要做这些动作 把B先放到暂存器 再把C放到暂存器 再把D放到暂存器 然后呢 把B和C呢 相加之后呢 放到 放到 另一个暂存器 再把这个暂存器的结果减掉 然后再把这个暂存器丢给A 最后这个A呢 就是B加C减D的结果 那如果翻译成组合语言的写法呢 就是LDR2B 就是把B载入到R2 LDR3C就把C载入到R3 LDR4D 就是把D载入到R4 那接下来呢 因为都在暂存器里面了 所以就可以做加法 那就把R2跟R3 其实就是B和C相加 R2就是B嘛 R3就是C嘛 所以R2跟R3相加的话 就是B和C相加 加了之后放在哪里呢 放在R1 暂存器E里面 那再把R1呢 跟R4相减 其实就是B加C的结果 已经放在R1了嘛 再减掉D 所以减掉R4 那减完之后呢 又放回R1 又放回R1 所以这样R1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是B加C减D的内容 B加C减D的这个内容 就存回A 那不就达到了 这个指令所要的功能 好 那所以一个运算式 其实往往会翻译成 很多个指令 这个在组合员里面 是比较繁琐的 组合员本来就是 很繁琐的一种语言 那各位现在 几乎没有人用组合员 在写程式 但是不能说没有 是各位 各位没在写而已 那真的 还是有人在写 在很多 应该不算很多啦 一些很低阶的厂商 台湾其实蛮多的 他们还有用组合员 在写程式 那像迁入式系统的公司 也会有不少人 在写组合员的程式 那像那个联发科之类的 也会有 那所以 这种 这种程式 你在对应的 越是偏硬体的公司 就会越多人写到 那 所以呢 台湾本来 它的电子业就是偏硬体的 台湾的软体业不发达 所以相对的 台湾在写这方面的人 还是不少的 那所以这一点 可能跟各位 在我们资工系学到的 其实你会发现不太一样 而且台湾的整个产业 至少到目前为止 都是偏硬体的 那偏硬体的产业 其实在低阶的这部分 就 就反而工作比较多 那反而是 很高阶的 像做网路程式 台湾其实是 不太多的 但是 如果说 趋势来看的话 那些比较低阶的 比较偏硬体的工作 现在大陆是一个 很大的竞争对手 所以 台湾的 这种偏硬体的工作 未来会怎么样 其实是很难讲 那我们偏软体的工作呢 其实是 是一直施展不开的 这是各位这一代的 一个 一个 怎么讲 困境或者是 必须要去突破的问题 那 这个 未来怎么讲 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对 对 这种技术 和对比较高阶的 网路方面的技术 如果你 熟的话 未来不管 怎么样子来演变 你都会 比较容易 就可以 切得进去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 没那么简单的事情 刚刚只做了 运算是 A等于B加C减D 也就是简单的加法和减法而已 就做的这么长 那如果今天想要做的是 以辅判断 那不就会更长 其实还好啦 你有看到 跟刚刚差不多长 稍微长一点 那这里我们如果 写一个像以辅 C元的以辅这样的 的程式 那写成组合员会怎么样呢 来看一下 这一个程式很明显的是在取大值 因为如果A大于B的话 C等于A 那C不就是大的那个吗 OK 那否则的话呢 就C等于B 那也就说 A小于B 小于等于B的话 C等于B 所以最后它是取大值 取让C等于A 和B里面比较大的那个 OK 那这个取大值的动作在 在C元里面 其实通常你会有一个Mass 或Min 这种函数可以取 那往往这个函数 其实到最后 还是你自己写的 用一个Define 或者是用什么来写 都可以 那或用一个函数写 那到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else 没有else 这一句话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做 这个程式呢 你没有else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替代 就是我要能够有 像GoTo这样的挑要指令 我才有办法做到 跟它类似的事情 所以在没有else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GoTo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就是 先把A载入到R1 再把B载入到R2 然后呢 如果R1比R2 它就是A比B大的话呢 就跳到后面的这个EF 跳到EF做什么事呢 C等于R1 也就是C等于A C等于A 不就做这一句吗 那如果呢 R1 R1不是大于R2 也就是R1小于或等于R2 那它就会直接做这一条 就是C等于R2 C等于R2就是什么 C等于B 也不就是这一块吗 那做完C等于B之后 不能再做C等于R1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又C又等于A了 所以你要在这边把它跳掉 跳到后面去 OK 所以呢 就把它修改成 这种有GoTo的C语言版本 大概就像这样 那当我修改成这样之后呢 接下来 我就可以把它改成像组合园 基本上组合园就很像这个 就很像这种C语言 那所以我就先把 A载入到R1 然后B载入到R2 然后呢 R1和R2做比较 做比较 就是R1大于R2 或小于R2 或等于R2呢 有一个指令 比较指令叫CMP 可以对两个做比较 然后接下来呢 它这边是GoTo以辅 我这边呢 就是 也可以用JMP以辅 那 我这边用的JGT 对 我这边用JGT的原因 是因为你看 因为这边R1和R2比较 这里只做CMP 那我要大于的时候 才GoTo以辅 所以这用JGT 就是大于 大于GT GreaterLang GreaterLang 所以是大于 OK JGT EF 所以没错 跟这句话 但是你要两句合起来看 你只看一句话 会觉得这两个对不起来 那你要把上下两句合起来看 在EF的地方 那接下来呢 C等于R2 就是把R2存回C 那接下来呢 GoTo ESIT 就直接用JMP ESIT JMP就挑要 就是GoTo的意思 那 接下来 这边一样有一个EF标记 然后呢 这边说OK C等于R1 那C等于R1 其实就是把R1存为C 那最后呢 就返回 那这种模拟条件判断 在C元里面 你会这样写 在这种 有GoTo的C元里面这样写 有没有人写过这种 有GoTo的C元 你们在 一年级的时候 有教这个吗 没有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试一个写 有GoTo的C元 试试看 那这边 好 我们来 放一个 等一下 我应该先把那个 上次有惨痛的教训 所以呢 我们确定一下 防读软体 防读软体 在出面吗 这边 Avast OK 好 这个 对 那我现在要把它关掉 其他防护也可以啦 但是关掉也可以 全自动杀核 杀核 OK 这已经 已经拿掉了 已经拿掉了 OK 所以应该没问题 那我干脆把这个关掉算了 这样子 停用到重新启动电脑 这样更不会出问题 好 那我们写一下刚刚的那一个程式 很简单的一个程式 好 那就 好 刚刚我们是说 做一个类似取大值的动作 所以呢 我先宣告int A等于5 B等于3 好 C呢 就不用 C不用设出值 然后如果 if A大于B C等于A L C等于 他这个对齐对不太齐 算了 直接用空白 对齐对不太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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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大概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当然你最后你可以把它print出来 好 这样子 OK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存一下好了 CCCSP 就存在这里 然后呢 max 好了 点击 C 这样我们来 好 这样我们来 请注意我们这个课都用命令列习惯 好 那 对这个参数应该熟悉了 就是 gccmax.c 就是 max.c 就是 就是那个 刚刚那个乘数 输出到max这个执行档 那 你会发现他有点 warning warning 什么warning呢 他说 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没有引用 stdio 然后就呼叫了printf 如果我们不呼叫printf 就没关系 但是呼叫了printf 就要用这个 好 好 那最好呢 在后面会补一个空行 这样子 他的gcc 比较不会警告你 好 那这样子 我们的程式 这个程式 应该就可以辞行c等5 没错 那如果我今天呢 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不要用else 那我该怎么写呢 我不要用else 那我就这样写 好 这时候我要先做好几个标记 几个标记 我们稍微参考一下刚刚的 这里有一个if 这里有一个esit 但是if是关键字 还好大写不是 大写不是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用大写的if 那这个if后面接了什么 你看一下 后面接了 c等于r1 或者是 其实我这边就不要用 因为 因为c元里面不需要用暂存器 所以我就直接写c等于a 就好 c等于r1 r1就是a 所以我就写c等于a c等于a 就好 好 那esit呢 这边就 就ret了 他就ret了 但是因为 我们这是组程式 所以不需要ret 所以这个return 就省了 好 那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说 if a大于b的话呢 是做c等于a 然后不然的话就跳 就跳 a大于b的话呢 就是go to if 跳到这个if 那 否则呢 if a大于b 是go to if 那否则呢 否则呢 否则就是c等于b ok a大于b就跳到if 否则就做c等于b 做完之后呢 这里又要go to 对吧 go to哪来 go to asit 好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模拟 看看 我们是不是做到类似的功能 那但是其实你如果这样写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缩排一下 感觉会比较对 那这边呢 这边呢 这样缩排一下 或许你感觉会比较 比较像原本的c语 那我们再编译一次 再执行c还是5 所以没有错 如果我们用go to的方式去模拟的话 大概会写成这样 这样我如果把它注解会 怎么想呢 就是 就是如果你今天把暂存器给加回去 把暂存器给加回去的话 那你这边就不能够直接写a大于b了 所以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如果今天真的要把暂存器给加回去 好 我们先把这个存一下 save as 那这个叫mess mess2 点c 那我把暂存器给加回去 那我把暂存器给加回去 其实在这边模拟 就是我弄一个r1 r2 r3 像这样的暂存器 那再来呢 那我先把 把 让 让 r1 等于a 我看一下 是不是用r1 对 r1等于a r2等于b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那些了 那就是r2等于b ok 好像没有用到r3 所以r3就不用 那 诶 有没有用到r3 诶 没有 诶 请说 诶 把暂存器加回去 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其实是刻意用c语言在模拟组合语言 那 那因为组合语言里面 cpu里面只有几个暂存器 而且你只能够用那几个暂存器来做加减乘除而已 所以我现在把暂存器交回去的意思是说 我 我 我用这个r1 r2这些变数来模拟cpu的暂存器 这样 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ok 只是模拟而已 它还不是真的组合语言 那等一下我们会真的写组合语言 我希望说 先透过c语言把 帮各位把它引进来 让 让你可以从c语言的观点 出发然后慢慢看进组合语言里面 这样ok 那所以接下来因为a就是r1 所以就r1 然后b就是r2 所以就r2 ok go to if 那否则的话呢 就是c等于r1 不对 这r2 那这个是r1 大概是这样 那 那 最后 最后是 c等于r1 ok 这样就可以了 大概这样就可以 那我们再 再直 编译执行一次 来看一下 ok 还是可以 那还是 所以当我程式改到像这样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越来越像组合语言了 好 请说 你那个没有改的那个max 哦 max 我其实结果是可以的 ifr1 我有个人 大家在结译也知道 哦 编译的时候没有改 对对对 了解 所以我编错档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都对 不过还好 它真的对 ok 还好 所以 这样子我们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像组合语言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东西补回去 就是把它改改写成组合语言语法 你就几乎是可以完全对的起来 d r2 b 然后呢 接下来 cmp r1 r2 然后 接下来呢 就是 j g t if 好 接下来呢 是 j m 哦 不对 这里还有一个 c等 r2 就是 st r2 c 然后呢 这边是 j m p es it ok 那这边是 st r1 c ok 差不多就这样 那最后呢 你可以加一个 返回指令 我们现在 组合语言的功能里面 我们还没有什么printf 因为这个功能比较高阶 你一定要有个萤幕才有办法printf 嘛 那组合语言里面 我们暂时还不讨论输入 因为输出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所以我们先 先只做单纯的算数 而已 在里面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 暂时不管这个printf是怎么做 好 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更新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呢 或许再存档一下 max3 ok 那这样的一个版本 我们可以透过你从c元写一写 然后呢 再想办法转成组合语言的方式 那这里就有一个 有一个疑问 那我这样写说 这些组合语言是这样写 你一定会觉得 那我又没有办法真的写组合语言 可以啦 可以啦 以cpu0而言 我们已经写好程式了 各位可以拿来用 那在这里上礼拜 我记得 我们有告诉各位 去哪里下载我们的程式吧 是吧 忘记的话呢 来开一下网络 你现在可以跟着做 可以跟着做 sp1.wikidot 这一个网站是我们的教科书的网站 那在它的里面呢 有一个下载 下载 下载这里面呢 在这里就有一个全部程式下载这个code code里面你把它另存连结为 看你要存在哪里 记得你的地方把它解压缩 就可以得到 得到这个code的程式码 这个code的程式码里面的第12章 是我们实作的整个工具链 所以我们就可以切到那个程式码的第12章 code的工具链里面 好 这里呢 有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我暂时先把它clean一下 哦 Mac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 这里有个麻烦 那 等一下 这边GCC可以 OK GCC可以 Mac不行 所以代表说 我们 冠的那个 DFC++ 是不是没有Mac 看一下 诶 有啊 这里有Mac 然后呢 我看一下 他真的找不到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径射到哪里去 系统 系统 是不是射到 命GW 或之类 好 他真的射到命GW了 我现在把它射到那个 Portable的那个命GW了 那各位的命GW 是不是没有Mac 命GW 这下有点 那个 好 我看一下 第一 西朝的 诶 刚刚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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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放置台 好 再打开一下 嗯 Program Files 第二 DFCPP 的 Portable 看下 Program Files DFCPP 的 Portable 32 远 命GW bin 看一下 有没有Mac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能建置了 没有 对 所以射到这里真的不能建置 因为它没有Mac 也就是说它没有灌 那 LDAR NM 这里也没有Mac 所以它这一个版本 没有放 好 那就可能各位要安装 就必须要安装 否则的话 你就直接下载之后 不要 不要 就是 不要重新建置 用里面的执行档 只是 这样比较容易中毒 我想 我想我的应该没有毒 好 那 你就直接执行就好了 你就不用重新建置 那我现在顺便 教各位怎么建置 那所以我现在呢 必须要先 为了要建置 重新建置它 我必须要先把那个 路径 改到 改到我的那个 就是 就是 Devcpp里面 改到这个 Devcpp的这里 这里有Mac 有Mac 所以我改到这里 那Mac是我们后面也会讲 的一个重要工具 所以我现在先 这边顺便示范一下 好 那我在这里呢 我把这一个路径改了 改成 刚刚 我们有Mac的那一个路径 然后按确定 按确定 好 按完确定之后呢 这个先关掉 先关掉 因为我们要重开 它才找得到 好 重开那个路径 才会生效 好 那 我先试试看 OK 有了 Mac如果打进去 它是说 no target 这样是有 如果它说指令找不到 就是没有 但是它这样子就是有 那我就去 去 刚刚的code 到CH12里面 好 Mac clean 我先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清掉 那剩下的东西就是 这大概是这个 我写的程式的原始档 那我就 按Mac 打Mac 那它会 建置整个专案 OK 那这种Mac的程式 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但是现在先不讲解 因为它后面我们还会讲解 那而且这个不是那么 这个是很 变成说 如果你是专业的 市议员设计师 你一定会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 市议员的开发工具 特别是open source的这部分 是一整套的 但是它都几乎都不靠 都不靠那种整合开发工具 都是 都是手动 那这里有一个叫macfile 这个macfile呢 就是 我们用dfc++来开一下 长这个样子 那你一定 现在一定看不懂 觉得好怪 那这种 基本上它是一个 告诉 告诉 就整个专案 当它有很多档案的时候 我要怎么见识 先见哪些 再见哪些 那这些动作呢 就可以透过这种macfile来写 那各位一定会觉得这样好麻烦 可是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当你程式写的大的时候 你不能够靠整合开发工具 那你程式写的大了 你有几百个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你靠整合开发工具 你会死掉 所以 那时候就必须要靠这种专案建制工具 那我之前 在中文医院的时候 还有在松下的时候 我们也都是用这样的工具 在建 你会发现在外面 真的靠整合开发工具的 不多 除非你是用微软的 在做微软的东西 然后 然后用微软的 另当别论 否则的话 通常会这样写 那至于这什么意义呢 我们暂时先不管 反正我们现在 建出来之后呢 就会有我们的 实行的程式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好 这里有一些组合原程式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内容 好 像这个组合原程式就很简单 只有1 2 3 3行指令 再加上两行资料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来 它把B放到R1 对 再把R1存回A OK 然后就返回了 返回就是 至少让我们这个 这个虚拟机可以停掉 那以真的CPU而言 它就回到上一层 回到呼叫它的那一个 副程式 好 那 在这里呢 A R E S W E 代表说 我保留一个Word 一个Word 是什么 到底什么叫一个Word呢 如果你是32位元的电脑 那一个Word就是35位元 如果你是16位元的电脑 那一个Word就是16位元 那 以32位元电脑而言 一个Word是32位元 也就是会占4个Byte 4个Byte 那如果是16位元电脑呢 那就是会占2个Byte 这是Word的意义 就是说组合元或者是机器码里面一个指令 或一个资料的预设长度 就是Word OK 那我们就可以用刚刚我们编译完的工具来执行这个程式 那怎么执行 我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首先你要先做主意的动作 用AS0做主意 AS0 然后ES4-1.asm0 那这个不像GCC还要下O参数不用 因为我们的工具比较简单 我会懒得去做那种好多参数的 所以就是你要输出到哪一个档案 就直接写 好 第二个参数就是你输出的档案 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OK 我现在呢 把这个组合元 就是刚刚你看到的这个 只有5行的这个组合元 组役了 组役的时候呢 他会先把整个组合元印出来一次 这5行就是你这5行吧 OK 印出来一次 然后呢 做第一阶段的翻译 这个是我们第四章要教的 第一阶段的翻译 那翻译 第一阶段的翻译呢 他只是去定值 确定你这一行指令的位置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0000 这是0004 0008 000C 0010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32元的CPU 一个指令占4个byte 一个指令占4个byte 所以他从0开始算的话呢 下一个指令会是4 再下一个指令会是8 再下一个指令会是12 12 12代表写成16进位就是C OK 再下一个指令是16 16写成16进位就是10 OK 请注意这都是16进位 好 那 接下来呢 他会输出这个叫符号表 那这个符号表就是说 我有哪些符号 这里 这里有两点的这种东西叫符号 在C元里面你通常会认为它是变数 那这个叫符号 那这个符号表的内容输出之后呢 接下来他会做第二轮回的动作 第二轮回的动作 他要填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机器码 他把机器码都填好了 之后呢 就把这些机器码全部接起来 变成一排输出 这输出变成一排是怎么回事 你看00EF000C 00EF000C OK 接下来 011EF0004 011EF0004 对吧 所以他只不过是把它接起来 然后最后呢 存到档案里面 而且 不是用文字的方式存 是用二进位的方式存 直接存在档案 存在哪一个档案 存在这个 es4-1.obj0 这个档案 所以这个档案 基本上是一个二进位档 好 这个二进位档呢 已经被输出了 接下来呢 我们怎么确定说 这个二进位档真的 就是就是他CPU跑的时候 他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现在没有一颗这样的CPU 所以我不可能去执行它 那怎么办 没关系 第一个办法是你自己做一颗CPU 但是呢各位的电脑不是我做的 所以这这这个动作呢 就算我自己做一颗也没用 除非我们把那个Atera的那个Quartus 就是就是Atera的那个板子拿过来 那那那个就可以 那为了上课方便呢 我们写了一个虚拟机 什么叫虚拟机 就是我记得好像前几堂课有提过 各位用那个Virtual Bus 或者用那个VMware 或者是用Virtual PC 甚至QERMU 那个都叫虚拟机 它就是模拟你的电脑 用软体的方式去模拟你的电脑 这是虚拟机 那我们就写了一个这样的虚拟机 那这个虚拟机叫VM0 好 我现在呢去把刚刚的这一个 EX4之EOB0拿来跑 好这个跑了呢 你会发现说 它在跑总共只有三行 为什么只有三行呢 因为我的程式码就只有三行嘛 我的程式码就只有三行 OK 所以它跑的时候当然也跑 而且没有回圈 所以就跑到这里就停了 所以它就程式码就这样跑 就跑到第三行就停了 好 那第一行呢 它执行完之后 它说R01等于这个29 你看看程式码对不对 这个程式码是LDR1B B呢是不是29 29载到R1 R1就是R01嘛 R1等于29 没错 接下来呢 STR1A 所以它就把R1再存回A 但是它最后还是印出R01等于29 因为存回记忆体 我们没有印记忆体 所以没有 你在这边看不太到 那所以大概你知道说 OK 现在B这个变数的内容 已经被载入到R1 而且这个29的这个值呢 已经又被存回到A了 那A的位置呢 是在000C 所以000C这个位置 目前所存的内容 已经变成是29 本来是只有0010 这里是29 现在000C这个位置也是29 那就做到了一个复制的动作 就是把这一个复制到这边 把B复制到A进去 好 那你可以看到最后R01是29 这个是我们 我们列印出来所有暂存器的内容 好 它是29 好 那这里 我们就看到了一些东西 就是像刚刚的这一个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我们刚刚基本上就是做这个 只是再多加一个返回尺令而已 再多加一个返回尺令 那我们所做的 你可以稍微看你到一下这边 我们所做的 LDR1B 这LDR1B STR1A STR1A 不就是这个程式吗 只不过后面我没写 好吧 OK 这是这个程式 那后面的资料定义部分我没写 事实上你还要写资料定义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出个题目给各位做 好 呃 我们 这个是第一个程式吗 接下来第二个程式 基本数学运算这一题 请你把它打成组合员程式码 然后用我们的主意去去给它编 编完之后用我们的虚拟机去给它跑 然后呢 看看它跑出来的结果 但是请注意哦 我这边只写了 指令部分 资料部分你要自己定义哦 就像刚刚我那样 啊 啊 就是像刚刚我这样子里面 欸 那个 那个 欸 就像刚刚我们这样子 这是一个完整的程式嘛 除了刚刚这两行以外 最后一行请你加上RET 这样我们程式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 好 然后呢 后面呢 就要加资料 资料的部分 看你需要几个变数 你就定义 名字要一样 好 那为了 让各位更清楚起见 好 我下一堂课 先示范一次 好 那各位再跟着做就可以 好 好 先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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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